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扫描仪 他只比X光机精准一点点 但是价格却昂贵一倍 本来是想靠着这个独家产品花一笔财 结果却发现根本卖不动 他现在整天就拎这个大盒子挨个医院销售 虽然说是勤勤恳恳 但是卖的老费劲了 每个月必须卖出去三台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开销 关键是他已经很久没卖出去一台了 房租欠了两个月 媳妇打了两份红 总体来说心好累 这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开高级跑车的男人 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笑容 克里斯 他忍不住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男人告诉他自己是股票经纪人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媳妇 媳妇一听 股票经纪人 你咋不上天当宇航员呢 语气中充满了嘲讽 咱们说老爷们挣不着钱在家里确实没有必须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这样 没事刺分你两句横了两眼 这都是避免不了的 虽然被媳妇泼了两水 但是克里斯还是决定去看看 在证券公司领了实际申请表 但是股票经纪人这个工作对学历要求还挺高 克里斯只是高中毕业 一点优势都没有 在上百份申 表中一点都不显眼 他自己也明白这点 于是就费尽心思跟正确公司高层套进口 想混个脸熟 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那段时间正巧模仿刚刚问世 全美国都把这东西当成新鲜玩意 人人手里都拿了一个 公司高层手里正好把玩一个 非常凑巧的是克里斯对拼模仿有一定的天赋 于是就在出售车里给高层表演了一把 克里斯拧的肯定是没这么快 一共用了十几分钟吧 但是当时已经非常牛逼了 这就给高层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意见 觉得不可思议 然后高层就下出售车了 克里斯表现了一把犀利挺高兴 但是看着机架表上的数字在跳 他的心在低血下 钱不多不到20美金 奈何钱包里根本没那些 虽然犀利满怀愧疚 但他还是果断选择逃跑 正所谓三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部电影里克里斯就因为没钱 丢人的事干了不少 人常说人要活得有尊严 但是有个名人说过 穷人是很难有尊严的 这句话对少数人不适用 但是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确实是这样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牛叔一样铁骨蒸蒸 不为无豆米遮药 小吹了一杯牛逼啊 五漏偏风连夜雨 克里斯在回家的时候 媳妇跑了 其实这个媳妇并不怕吃苦 他每天打了两份拱累的不行不行的 一直坚持了好几年 但是这日子啥时候是头啊 让女人失望的不是你没有钱 而是在你身上 看不到希望 克里斯虽然有上进心 有责任心 但是现实的苦难已经把媳妇折磨的受不了了 索性就脱离这个环境 他选择逃避 而不是忍受 晚上克里斯接到证券公司的面试电话 通知他在后天面试 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是高层实力了 否则以他的学历根本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 克里斯因为拖欠 伪张停车罚款 被关在警局一宿 因为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 所以他穿着一只刮大白的衣服 出现在证券公司 这要是换作一般的公司 不 不须任何理由 直接赏他一个字 滚 但这几个高层都非常有涵养 听他把实话一说 再加上有那个高层禁言 所以给他一个实习生的机会 咱们这里说明白 他费尽心思的努力了这么久 得到的只是一个实习机会 实习时间是半年不开工资 半年之后在20个实习生中挑出一名正式录用 这个机会虽然是克里斯极力争取的 但是他知道没有工资的时候 他自己都迟疑了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挺过去这半年 经过深思熟虑 他还是决定抓住这个几个事一下 回家这时候因为交不起 房租被房租捏了出来 克里斯和儿子不得不搬到房租更便宜的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旁边有个篮球场 他们父祖过来玩篮球的时候 克里斯看儿子玩得挺开心 怕儿子沉迷上打篮球 耽误了正事 于是就告诉儿子 你以后当不了职业球员 可不能乘天乘酒的玩这玩意 看到儿子把篮球丢在一边 落梦地点点头 克里斯突然悟悟 说出了朋友圈非常流行的一段话 别让别人告诉你不行 如果有梦想就要去捍卫他 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总是想告诉你 你也成不了大气 其实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还有刚铺路社会的初期 我们身边大量充斥着这种人 他们害怕别人变得比自己更好 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这种可笑的事 我们把那女生为了让另一个女生不学习 就花钱给他买言行小说说看 现在想起来贼斗 这里面的犀里成瘾我就不分析了 一个不学习的人突然发现你学习了 他浑身难受 他会想尽办法让你明白学习有个卵用 这时候有独立思考的人就会警觉明白他的行恶用心 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会被他说服 啊 确实是正会事 克里斯这就是给儿子打预防针的 他知道儿子以后肯定会遇到这种别有用心的好人 他开始一边在证券公司实行 一边种不风魔不成活的状态 接下来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鸡汤了 相信鸡肋的力量 我在店里拉妹中给大家勾勒了一个美丽的蓝图 相信相信的力量 这一次我要具体化一点相信鸡肋的力量 人们在看过励志电影以后基本上能保持三天的打鸡血状态 三天之后突然一哆嗦 我这以前怎么了抽什么疯 是不是喝了毒鸡汤遭了三天醉 心里燃起的小小火苗 很快就被生活中无数的琐事给浇灭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三天的努力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 我学习了三天 为什么成绩没有提高 我跟妹子聊了三天 为什么感情没有加深 算了没耐心了 我还是玩游戏去吧 非常轻易的就放弃了 放弃的次数多了 就会形成一种放弃的惯性 这句话我就直说了 有些人活到现在从来没有做成过一件事 玩游戏也玩不明白 各种兴趣爱好也没坚持下来 一事无成 我这几天正在读把时间当做朋友 里面明确的给出了一个概念 相信积累的力量 时间会给我们回馈 想要马上得到回报是人类的通病 我们不能因为眼前干这个事得不到积极的回馈 就不做了 我在做完店里拉妹那期之后收到了一百多条私信 里面95%的人都向我信誓旦旦的启示 马上要考试了 一定要奋斗 我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人一旧坚持 估计不容乐观 还有几个私信让我非常振奋 他们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 在高三还剩下几十天的时候突然奔起一搏 没日没夜的开始学习 在老师和父母都放弃他们的情况下 横空出世成为高考黑猫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考试成绩出来那一天 我看到父亲激动的泪手 这是我一辈子都发放过来的 这里面蕴含的真实情感确实令人动了 努力就有回报 我不要你有怀疑 我要你坚信不疑 有些人会说啊 我身边就有人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无论工作还是学习就是不行 可以得出结论 努力不一定有用 他是努力了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他始终在解决简单的问题 一遇到困难点的问题 马上回头去做简单的事 这种低效率低层面的努力只能称之为不解决困难的努力 一天忙忙叨叨 净条简单的事干 克里斯辛辛苦苦卖一辈子大盒子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穷困潦倒 这根本不能称之为努力 学习也好 爱情也好 工作也好 不要急着看到结果 我们只要不停的积累 不停的长长 时间自然会给我们回馈 不要速成 不要速成 什么一招学习英语 两次减肥三十斤 三招搞定女朋友 那都是扯犊子的 我们想要的成果需要自己去灌溉 在这个普遍低效率忙碌的社会 我觉得只要潜心修炼一年时间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我说下我的心态 牛叔做视频厉害吗 一点都不厉害 我关注的几个主播 每次看他们都觉得他们好有才 书鞋都唱张口就来吃喝标赌样样精通 牛叔貌似没有什么天赋 但我只抓住一点 勤能捕捉 我写不出华丽的文字 就写水了八几点 我说不出什么有思想的内容 我就学习别人的思想 读过曾国藩之后 我才明白 为人不可过于聪明 聪明人一般毁于浮躁 笨蛋反倒因为有横心 容易成事 让我七天成为网红 我不需要 没有那么大的才能 我担不住 厚德载物 有多大的德行才配想 多大的荣誉 今天的内容有点普遍 这是我专门为高三党和学习党准美的市值大会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放弃 无论如何放手一格 把手游啊 避站呢 该卸载的都卸载了 牛叔说电影 你也别看了 他成天就知道瞎逼逼 没啥营养 好好把学习搞一搞 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你人生一百次金小慎为 要有一次拍案而起 你人生一百次放浪行函 也要认真地爱一次 你人生一百次不越雷池一步 也要潇洒走一回 你人生一百次不认真地考试 也要认真地考一次 我再远回来继续说电影 克里斯干了六个月的实习生 一分钱得不到 领导对他的肯定也没有 身上的钱也用没了 就去住地铁的厕所 他受多大的苦 无所谓 还有五岁的小儿子呢 这里面的艰辛大家都明白 终于在半年后 他抓住了这二十分之一的机会 凭借自己的努力 得到高层的认可 成为一名正式的股票投资人 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但我知道此时此刻的克里斯是幸福 他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别人的肯定 这个画面中出现的大老黑就是克里斯的原型人物 有些人或许会说这个事儿成了是因为克里斯在这方面有偏图 其实咱们现实中百分之九十的工作 都没到平田复底地 只要努力就够了 这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痛苦 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永远不要自爱自连 星星座台 似待遇脏化 似脆弱姐妹 可笑至极 真正的勇士明知生活充满了金银困固 依旧默然无声 锦银夜行 虽千万人五亡乙 百二秦官宗属处 三千月甲可吞吾